美国的众议长 串访中国台湾地区 并将台湾称为国家 美方的行径 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也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美建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从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 到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 再到1982年的中美817公报 美方都明确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方也明确承诺 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获益中一台的政策 言而有信是最基本的规则 美方连自己做出的承诺都不遵守 还有什么资格谈论规则和秩序 恐怕只能成为国际规则的破坏者 我们敦促美方 切实履行自身做出的承诺 原原本本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和一个中国原则 干干净净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清清楚楚表明 反对各种台独分裂活动 我们始终主张 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应该得到支持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 从不袖手旁观 也不火上浇油 更不会趁机牟利 我们将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将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 发挥建设性作用 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同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 两者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台湾的前途 只能有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共同决定 任何借乌克兰问题 影射关联台湾问题的企图 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都是对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肆意践踏 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一切拿台乌克兰问题做文章 借机退行台独分裂活动的图谋 都注定失败 近年来 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强化不合理的投资审查 给外国企业正常经贸投资合作 制造困难和障碍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贸易规则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美方政客的有关做法 只会让自己化地为牢 损人害己 去年8月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以来 在国际社会和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阿富汗没有发生大规模难民潮 社会秩序逐步好转 和平重建正在推进 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国际社会应与客观看待 同时也要看到 阿富汗正处在游乱极致的关键期 民生困局依然严峻 恐怖威胁仍为解除 国家治理尚待改善 外界还有不少期待和关切 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同阿富汗临时政府保持接触 加大对阿人道和发展援助 鼓励和支持其广泛包容见证 温和稳健施政 坚持牧林友好 保障包括各民族和妇女儿童在内的 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基本权利 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早日实现阿富汗长治久安 美方在编造散播所谓中国黑客的谎言时高调积极 对中国相关机构公布的实锤铁证却视而不见 避而不谈 人们不禁要问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长期以来作为公认的黑客帝国 切密大户 美国凭借在互联网领域的绝对优势 在全球范围实施无差别网络控制和切密 建议谋求政治军事外交和商业利益 美国的网络黑手越深越长 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强烈的共同关切 越来越多的事实已在证明 美国是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我们呼吁各国团结起来 共同抵制侵犯网络主权 破坏国际规则的霸权行径 共同营造和平安全 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近年来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强化不合理的投资审查 给外国企业正常经贸投资合作 制造困难和障碍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贸易规则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美方政客的有关做法 只会让自己画地为牢 损人害己 中方始终坚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近年来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停滞不前 癥结在于朝方正当合理关切 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应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按照双轨并进的思路 和分阶段同步走的原则 寻求均衡解决各方关切的办法 美方应当尽快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回应朝方关切 为重启有意义的对话 创造条件 Mala Harris said in speech today that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keep that taste 好 好 好